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学舞蹈半天没学会 贡献高田铜框图 我是女演员官宣张哲瀚和龚俊加盟 两人以代课老师的身份鼓励新学员 诉说自己的经历帮助新人成长 节目中两人挨得很近 共同探讨专业问题 铜框截图很扬眼 公众场合大放cue对方 线上综艺参加让CP粉狂欢 线下合体营业更直击人心 张哲瀚穿着清爽简单的运动服 龚俊花衬衫搭配粉红色休闲裤 花里胡上 时尚力满分 两位都是阳光清爽的大男孩 CP粉刻的是双人CP 两位合体热度很高 多次登上各大媒体平台的热搜 从近期的投票就可以看出 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张哲瀚和龚俊 各自提高知名度和流量 2021最佳演员投票 龚俊张哲瀚超过了肖战王一博 目前张哲瀚第一 龚俊第二 肖战第三 王一博第五 果然单改剧能够快速圈粉 和挺一页圈粉更加迅速 相比于普通观众呢 单改剧观众更忠心 粉上之后不容易脱粉 前一部爆火的单改剧呢 就是山河令 男主肖战和王一博 凭借此剧成为顶流 2021最佳演员投票 被张哲瀚和龚俊超过 肖战的魏无限气 由心从此成为炙手可热的演员 粉丝愿意为他打榜客金 商业价值持续上升 肖战后续资源也很优质 新剧《一股摇》开机 在剧组拍戏 官宣的丁庄照 英俊爽朗 明媚阳光 陈金林当中的 拉帮机风度偏偏 王一博 堪称全能艺人 唱歌跳舞 样样在行 还是综艺 天天呛上的主持人 陈金林早已播出完毕 但至今仍是关头的心头好 最佳演员投票 两位演员的排名也很靠前 山河令最近才播完 热度持续 龚俊和张哲汉两人经常 同框营业 颓时撒糖发福利 各自的表现都很圈粉 投票排名进入前二 不足为奇 如此大方营业的双男主 CP还是头一次见 营销效果很好 两人均名气大涨 今年龚俊凭借山河令 从一位18线不知名艺人 直接升职 红极一时的流量小声 可谓是一夜爆红 随后被各种一线综艺节目邀请 出席各种活动 源源不断的代言官宣 甚至开场游戏 都会被粉丝提出直播间 龚俊若远可见的 就是真的红了 演戏要有演技 身材要有身材 不仅要有合格的模特身材 并且仍然有英俊的外表 造成每个人都在感慨 为何没有早点发现他 以为挖到了一个宝藏男孩 龚俊突然活起来 绝非偶然 不仅要靠自己的颜值 更要靠自己这几年默默的努力 就是多年来积累的表演和经验 事实上 龚俊在过去几年当中 早就已经出演了不少电视剧 比如最玲珑 从结婚开始恋爱等等 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直到今年的山河孤人的热播 才能够让人耳熟能详 他以精湛的演技 让温克星一跃而起 凭借温克星 温文尔雅的语言和不俗的演技 以及丰富突变的眼神 以让温克星这个角色 更加薄满立体 龚俊凭借自己的实力 将这个角色诠释得十分完美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来势头正猛的龚俊 被圈内大佬们定上了 不仅对其颜值表示多番肯定 甚至有意出资 为其量身定做一部戏 这种程度的力捧 绝对是内于罕见 而且逐步加码的自愿支持 可见龚俊不仅对流量圈产生了影响 连圈内的大佬们也纷纷盯上了这块蛋糕 既有优人的资源支持 又有资本的力跑 既有按部就班闯娱乐圈的豪门 大家都会认为 龚俊会被大佬们掏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